谢娜生产之后,网友们都盼望着娜姐的回归,而就在最近,谢娜回归了。 她回归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录制了快本,在前两天播出的快本上,看来谢娜还未恢复产后的浮种。 而在5月7日,谢娜第三次的浮出活动,比起录制快乐大本云时,娜娜的小腿已经消肿不少了。 这次的活动中,谢娜的一条长裙掩盖住还未恢复好的浮种,只是依稀地看到娜娜的小肚子吐起来。 在活动上,谢娜还讲述了不少关于带宝宝的见解和经验,还称在坐月子期间,张杰推掉了手上所有工作,专心在家里照顾她。 真是没想到,谢娜才当妈妈几个月,就已经成了经验丰富的大妈了。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谢娜手背上的针孔,可能是因为挡不住粉丝请求谢娜付出,所以私下打了有助于恢复的针,这举动着实让不少网友感动。 没想到刚刚付出的谢娜还是跟原来一样的搞笑,完全没有偶像包袱,现场净跳起舞来。 震大式舞蹈着实让人惊喜。